钢铁侠下岗再就业 不但拥有超能力救活女王 还敢给巨龙开膛破肚称兄弟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奇幻冒险电影 多利特的奇幻冒险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 多利特是一位能和动物说话的牛皮医生 拥有超能力让他名声远播 连女王都曾召见他 并赐给他一座环境优美的动物庄园 尽管每天和动物为伍 但他只心属义人 那就是探险家妻子 有了妻子陪伴 多利特每天活力充沛 然而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 这天妻子独自探险不幸遇难 这巨大打击让多利特封闭了心门 拒绝和任何人类接触 一天一个叫汤姆的男孩闯了进来 汤姆来自于一个猎人家庭 但他热爱动物从不故意伤害他们 这次不小心误伤一只松鼠 情急之下只能来找多利特求助 多利特家的鹦鹉顺着密道 把汤姆带进了庄园 这里风景美如画 各种奇珍动物数不胜数 然而汤姆刚进来 就被一头白熊吓得误出陷阱 掉了起来 同一时间 女王得了一种怪病 于是派侍女罗斯去请多利特出山 罗斯救下汤姆 两人一同前往 此时的多利特像个野人 正在与大猩猩下棋 更觉得是棋子竟是一群老鼠 听说有人来拜访多利特如临大敌 不见人类很多年 他已经不知如何与他们交流 开门的大猩猩板子更小 看见两个人类一声尖叫晕了过去 钻进屋内 罗斯找到藏在桌子下的多利特 说明来意 没想到对方直接拒绝 紧接着 约翰一个狗吃屎的姿势摔了进来 房间内陷入一片混乱 但看到咽咽一息的松鼠 多利特还是忍不住救了 在这里手术刀氧气面罩一样不少 看着这些专业设备 以及忙碌的动物 汤姆暗自发誓 一定要做多利特的徒弟 鹦鹉告诉多利特 应该去救女王 不然他把你地气收走 我们所有动物都将去睡大街 多利特不以为然 地气是终生的 谁都收不走 可转头一看 两只猴子已经把地气当零食吃了 地气没了 动物们慌了 管他愿不愿意 一同上手给多利特梳洗打扮 随后 一群鸡鸵鸵鸟大猩猩 浩浩荡荡赶往王宫 多利特骑着五米高的鸵鸟 一流歪斜冲进王宫大门 人畜合一 注定会把这里搅得鸡犬不宁 王宫大臣没见过这么多动物 吓得鸡飞狗跳 而汤姆也被士兵像林小吉一样 淋了进来 他自称是多利特的徒弟 谁都不能有异议 好吧 多利特认灾了 既然是徒弟赶紧拿药箱跟上吧 好巧不巧 多利特遇见了师兄胡子哥 胡子哥是治疗女王的御医 现在多利特是来抢翻碗的 他自然怀恨在心 现在的女王已经人事不行 多利特一出场 就展现出不一样的救人风格 他先让狗子去闻女王 发现女王吃了一种罕见毒药 龙葵 若不及时治疗 过不了几天就得嘎 而解药是一种神秘的伊甸树果实 据说他能让人长生不老 事不宜迟 多利特需要几克前去寻找伊甸树 处罚前他交代罗斯 只能吃他准备的食物 看来这其中藏着什么大阴谋 没有多做停留 多利特带着动物们踏上了未知的探险旅程 汤姆充充想与多利特一同前往 却遭到拒绝 因为那里太危险 他不想带个拖油瓶 汤姆闷闷不乐回了家 没想到惊喜就在转瞬间 鹦鹉擅自做主 把他放到了长颈鹿脖子上 这个长颈鹿不简单 一路走街串巷 躲避大队人马追捕 好不容易追上多利特的帆船 却晚了一步 本以为这下没戏了 却不想 前方突然出现一座吊桥 吊桥中间已经损毁 是时候剑真张了 长颈鹿一路狂奔 把汤姆甩进吊篮 眼见船要经过桥底 汤姆一个纵身跳到了船上 他成功了 所有动物欢呼雀跃 多利特无奈 只能接受这个拖油瓶 往宫里 胡子哥也没闲着 他准备与勋爵派出一艘舰船 去拦截多利特 因为女王正是他和勋爵密魔害的 要是让女王醒来 他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绝不能让多利特活着回来 很快 海面上出现了追捕的军舰 面对军舰的狂轰滥炸 动物们慌了神 还好多利特临危不乱 利用乐器制作的声纳发出信号 一头如潜水挺大的鲸鱼迅速赶来 在鲸鱼帮助下 船如离弦的舰飞速前进 成功摆脱了胡子哥 但想要得到解药 还需拿到一本日记 日记是多利特妻子留下的 那上面记载着 岛屿具体路线与位置 如今这本笔记在多利特前老丈人手里 这个老丈人不是个善茬 他是让人文枝色变的海盗头子 因将女儿的死归咎于多利特 所以这些年一直在通缉他 为了拿到日记 多利特不得不和汤姆乔装混上岛 如铜枪铁壁的大门让两人犯了难 好在多利特有些门路 用一只蜻蜓当律师 和蚂蚁讨价还价 最终以四块糖果的报酬 让他们帮忙打开门 门是打开了 可更大的难题还在后面 这里通道狭小 完全打乱了多利特的计划 无奈之下 汤姆只能连维受命 在蜻蜓指引下 利用通道来到大厅 此时海盗头子正在睡觉 屋内各种珍奇猛兽 吓得汤姆腿肚子赚了筋 好在有惊无险 汤姆来到地下室 并顺利找到日记 奇怪的是 日记上怎么会有多利特的名字 没等细想 一个更大的危机就接踵而至 蜻蜓胆大包天 在老虎胡子上跳舞 一响惊醒了睡梦中的海盗头子 然后汤姆被抓了 得到消息的多利特本想营救 结果也被抓了 时隔多年 海盗头子看到多利特恨意不检 这个小杂碎害死女儿不说 现在还打遗物的主意 是时候付出代价了 随着石门升起 一头凶猛的老虎 向着多利特火门靠近 但多利特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这头老虎是他以前的病人 确切的说 他是一头妈宝虎 因受不了兄弟之症的压力 导致他总是偏头痛 正当多利特准备像以前一样 给他治疗时 却不想 老虎突然露出獠牙 向多利特袭来 还好 多利特穿上了石墙 原来 老虎在海盗头子穿跺下 已经彻底发疯了 但动物毕竟是少根弦 在多利特灯光的闪耀下 让他向左 他绝不向右 玩了一会儿 老虎回过神 这家伙耍他呢 气急的他一个飞身 扑向多利特 同一时间 蜻蜓急忙飞回船上 将岛上发生的一切 告诉鹦鹉 事不宜迟 鹦鹉立刻带领大猩猩 与白熊兵分两路 对岛上展开进攻 正在吃喝的海盗们 被炸得七魂八素 多利特也没好到哪去 他被老虎折腾得精疲力尽 眼看叫支撑不住 还好鹦鹉及时出现化解危机 同时也被怒急的老虎拍倒在地 眼见一人一鸟 就要命丧虎口 危机时刻 大猩猩几时赶到将老虎扑倒 但他的胆子实在太小了 反被老虎压在身下 还好多利特一直在身边鼓励 大猩猩鼓励直爆棚 频频阴招断了老虎子孙根 一招得手乘胜追击 将承受剧痛的老虎打晕 另一边 汤姆也没闲着 他趁乱来到地下室 成功偷走日记本 可刚出来就被一群士兵包围 是胡子哥一路追踪到这里 他抢走日记本 炸毁多利特的帆船 动物们都成了落水狗 看着沉入海底的帆船废墟 多利特心灰意冷 没有船 他们不可能到达最终岛屿 更别说找到伊甸树果时 一旁的汤姆劝多利特不要放弃 就算为了妻子也不能放弃 没想到惹怒了多利特 他表示 这次冒险就是为了完成妻子的遗愿 不允许任何人说三道四 没想到这一番话被海盗头字听到 想象这是女儿生前最爱的男人 自己有什么理由总给他使半字 于是不但原谅了多利特 还帮他准备了新船只 风停浪静海面上 多利特带着动物们再次起航 很快 在鲸鱼带领下 他们成功追踪到胡子哥的战舰 此时 胡子哥已经抢先登陆 多利特紧随其后 穿过悬崖来到一处山洞 这里岩石散发着绿色光芒 这说明他们离伊甸树更近了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又被抓了 胡子哥飘了 这小子三番两次在自己手里 真是大快人心 用力把旗帜插进地面 不料乐极生悲 洞里的岩石瞬间化成一条巨龙 喷涂火蛇打开杀戒 士兵被碾牙吃掉 鸭子吓得当场下单 胡子哥则直接掉进洞里摔死了 躲在石头后的多利特准备 趁巨龙分心跑到不远处的深沟里去 可下一秒 巨龙的尾巴就披上白熊 情急之下 多利特抽出宝剑刺向巨龙 白熊是得救了 可自己也被卷入其中 好在多利特会说龙语 暂时保住性命 交谈中得知 巨龙的丈夫因人类入侵不幸遇害 这是他不能释怀的 虽然明知多利特并无恶意 但他也不允许对方摘下一殿树果实 多利特不敢跟这个旁人大物硬钢 只说在离开前要给他做个手术 因为他发现巨龙肠道有些问题 在动物们帮助下 他从巨龙肚里掏出很多钢盔铁甲 卸货的巨龙感到无比轻松 作为回报 他带领多利特来到一殿树下 成功摘取果实 多利特与动物们即刻返航 一路风平浪静 他们顺利返回王宫 并在最后一刻 将伊甸树的果实滴入女王嘴里 随着女王苏醒 勋爵企图夺取王位的阴谋也被粉碎 电影最后 多利特的动物庄园重新开业 他终于找到生命的意义 毕竟只有帮助他人 才能真正帮助自己 多利特的奇幻冒险 生有于2020年 是小罗伯特唐尼及复仇者联盟4 终局之战后主演的首部重磅了一作 故事情节简单温馨 天空大海花草可爱的动物们 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地上跑的 他们都各有各的情感和经历 是值得一看的何家欢电影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